最近 韩国国内真是一片混乱 前一阵的医疗改革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尹新月似乎根本摆平不了 这两天执政党国会又在选举中遭遇大溃败 直接导致韩国国务总理韩德珠 总统府秘书市长等全员辞职 预示着韩国政坛即将迎来一场大洗牌 这些人赶紧提前撤了 当然 国会选举失败的锅不能让他们来背 主要责任还是在尹新月身上 随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惨败 尹新月下台被清算的日子似乎已经不远了 这次国会选举中 尹新月强力推进医疗系统改革 吸引了不少选民的支持 原本预测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差距很小 即使在野党获胜也只是小幅获胜 然而最终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 事实证明尹新月并没有赢得民心 最终的统计数据显示 韩国的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 赢得了175个席位 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及其卫星政党 仅获得108个一席 这一结果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尹新月即使坚持不辞职 也随时可能面临国会弹劾下台的风险 尹新月若固守职位 其施政空间将受到严重限制 除非他所推动的法案 能够得到共同民主党的支持 由于在野党掌握了远超过半数的一席 他们理论上有权阻挡任何议案在国会通行 因此总理韩德珠 总统府秘书市长 政策市长 以及首席秘书等全体辞职并不奇怪 他们一方面要承担大选惨败的责任 另一方面未来的施政之路将充满艰辛 或许早点离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尹新月上台不到两年 却充斥着对美日的奉承和对中国的敌视 他一开始就害怕青瓦台的诅咒 硬要将总统府搬到国防部大楼 但现在看来 国防部的诅咒可能比青瓦台更加可怕 尹新月可能会在任期未满就面临弹劾 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 尹新月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说仅仅因为政治倾向上更右倾保守 更偏向于美国 韩国政府就要损害中韩之间的贸易关系 为此不惜让自己的经济陷入衰落之中吗 答案当然不是 国家之间利益为先 尹新月政府就算再怎么乖利 它本质上是要争取韩国民意支持 才能落实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韩国国内有了一部分 推动跟中国经济脱钩的民意 单纯的政治因素 不足以支撑尹新月政府 这么损害韩国的利益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韩国对中国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如此依赖 为什么其国内还有一部分人想要推动中韩脱钩呢 这其实跟全球产业链的变化有关 简单来说 此前中国虽然市场巨大 而且制造业也比较发达 但大多数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 这些领域是包括美日韩在内的发达国家 看不上的产业 因此 从制造业领域的划分角度讲 中国和日韩包括欧美之间 并没有太直接的冲突 但是现在 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壮大 产业逐渐升级 技术上取得进步 原本那些掌握在美西方发达国家手中的制造业 慢慢地开始流露到中国 而且被中国依靠着强大的制造业体系 很快掌握了主动权 美国及其盟友认为 中国对他们造成了竞争和威胁 这其中 尤其以日本和韩国这两个 承接美国半导体芯片 汽车制造等中高端产业链的亚洲国家 表现得尤为突出 现在韩国受到美国压力 半推半就地 想要实现跟中国脱钩 本质上就是因为 他们在自己目前擅长的芯片 汽车制造等领域 竞争不过中国 如果继续按照当前这种方式发展下去 韩国要么投入巨资 搞科研 利用领先的技术保持产业优势 要么被整合入中国全产业链之内 失去在部分领域的市场相对垄断地位 正因为如此 他们对美国提出的 把中国排挤出全球产业链之外 建立一个以美日韩印 包括欧盟市场为核心的 排他性的新产业链联盟 有很大的兴趣 用最通俗的话说 就是韩国跟美日一样 在相关产业领域玩不过中国了 所以想要另起炉灶 通过扼杀中国产业升级的办法 维持自己的优势 现在很大一部分韩国人 尤其是韩国那些大财阀企业 因为觉得是中国抢了他们产业优势和生意订单 对中国不满 所以极力地推动中韩脱钩 不过话又说回来 韩国怎么想是他们的事情 这种所谓的脱钩能否实现 又是另外一回事 从市场上来看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14亿 并且中产阶级 迅速扩大了市场 几乎占据了全球市场增量的半壁江山 不管是韩国还是欧美日等其他国家 只要为了赚钱 为了维持经济持续增长 并获得新的盈利点 就不可能撇开中国市场 而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现在韩国跟美国一样 想要跟中国脱钩的产业 其实是一些科技含量高 涉及领域新能够带来未来增值效应的 朝阳产业 比如新能源汽车 高线程半导体芯片等 但问题在于这些领域 中国要么本身就处于领先地位 韩国根本摆脱不了 比如前文提到的 制造新能源电池的氢氧化理 和制造电动汽车 必须用到的女铁棚等原材料 韩国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使劲地扩大从其他方向进口途径 试图减少中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份额 但事实上 他们从中国进口的氢氧化理 占比依然超过了75% 女铁棚也是一样的 过去从中国进口的占比 超过80%以上 尽管现在降低了一些 但还是达到了70%以上 而在半导体芯片领域 韩国掌握的技术 本来就比美日和等国落后 要是再跟着美国拒绝中国市场 那就等于自己主动 退出了相关产业的竞争 只会让中国半导体和芯片企业 更快地崛起 很显然 一个连尿素都严重 依赖中国进口的韩国 如果真的推动中韩脱钩了 最终就是在经济上实现了 自掘坟墓 当然 要说对中国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不现实 要说他们可以动摇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大局 那就是吃人说梦了 大国博弈 小国卷入其中 如果不能维持相对中立的话 那么最终沦为牺牲品 是避免不了的结局 可以说中国根本都不需要为此多做什么 只要时间一长 韩国自己就会撑不住了 尹熙悦上台后 韩国的经济水平急剧下滑 2022年 韩国的GDP为1.6733万亿美元 排名全球第13位 经过三年再次跌出前十名 被墨西哥超越 要想重新挤进前十 恐怕需要很长时间 可以说尹熙悦在政治上缺乏水平 上台后 先挑战中韩关系 然后改善日韩关系 以提升支持率 结果却遭遇挫折 接着又推行国内医疗改革 以提振支持率 现在又陷入困境 国会选举后 尹熙悦已经成为备受质疑的总统 能否善终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 即使向美日低头 现在看来也没有好结果 就在4月10日 拜登和岸田文雄在白宫会晤 高呼美日同盟自建立以来的最重要升级 美日同盟已经是全世界的灯塔 韩国一直试图证明自己比日本更强大 更有用 但在美国人眼中 他的地位仍远不及日本 无论如何努力 尹熙悦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主动改善中韩关系 看看能否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支持 然而中国早已不同往日 他们已经明确表明支持尹熙悦的政治对手李在明 去年6月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在官邸会见了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或许尹熙悦今天的命运 早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尹熙悦下台可能会成为缓解朝鲜半岛危机的契机 有望改善朝韩关系 减轻我国东北方面的压力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